据环球网原引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利斯当地时间9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总统拜登因健康和年龄问题无法继续执政 他已准备好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接任总统职务 福克斯新闻网称拜登现年80岁 今年11月将年满81岁 目前已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迈的再任总统 如果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获胜 他在宣誓就职时将年满82岁 任期结束时将年满86岁 报道称哈利斯将他可能接任总统职务的想法描述为假设 但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 报道称哈利斯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峰会时 告诉美联社记者乔拜登状态很好 所以这不会成为现实 但我们也要明白每一位副总统都明白 当他们宣誓时就必须非常清楚 自己有可能接受总统职务 他补充说 我也不例外 拜登年龄给我带来智慧 据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9月5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向老兵授予荣誉勋章 但在仪式没有结束时 就突然离开现场 令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当天 拜登在白宫向81岁的退役陆军尚未泰勒 授予荣誉勋章 接着 拜登没有在现场参与后续流程 而是静止离开了会场 将泰勒一个人留在台上 他的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不少人面面相觑 据环球网 近期多项美国民调结果显示 大部分受访美国选民 担忧美国总统拜登的高龄 可能让他无法胜任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现年80岁的拜登当地时间4日回应针对他的年龄质疑 称年龄可以为他带来智慧 报道称 拜登在费城的一场活动上发表上述言论 拜登称 有人说 拜登已经老了 而伴随年龄而来的唯一的东西 就是那一点点智慧 我在这一行工作的时间比任何人都要久 你猜怎么着 我会在你们的帮助下继续做下去 拜登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做出口物等失态表现 引发美国选民对其健康状况的担忧 据美国纽约邮报8月28日报道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受访者中有77%的美国人表示 拜登太老了 无法再继续执政四年 其中 89%的共和党人和69%的民主党人难得达成共识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是年轻人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呈相似的意见偏向 大约有三分之二美国成年人 支持设置美国总统 国会议员的参选年龄上限 以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强制退休年龄 超半数美国人不认可拜登工作 另据参考消息 美联社8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 24%希望拜登总统再次参选 甚至有55%的民主党人认为他不应该参选 根据美国538网站对汇总民调的分析 只有卡特和特朗普在本人总统任期内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两人都是只当了一届总统 这一时间节点的支持率比拜登差 8月下旬 该网站的民调概要显示 42%的美国人认可拜登的工作 而53%的人不认可 在美国人最关心的对经济事务的处理上 拜登的情况更加糟糕 美联社的民调发现 只有36%的人认可他的经济管理能力 在犯罪、政府腐败和移民等问题上 民调显示 拜登的共和党对手 将可以利用民众的很多不满情绪 即使在深蓝的纽约州 大量寻求庇护者的涌入 也让民主党人对总统产生了不满 根据民调 不到一半的纽约州人 会在拜登与特朗普的竞争中 投票支持前者 两人支持率是47%对34% 但民主党人在纽约州 只有这样的领先优势就很糟糕 远低于拜登在 2020年保持的25个百分点的最低领先优势